9月3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同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并进行国事访问的 金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 中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 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 合作成果显著 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的典范 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45周年 中金进一步巩固和深化铁杆情谊 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 双方要秉持友好初心 构建以政治经贸安全人文 国际协作为支柱的五星铁杆合作架构 携手构建高水平中金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 中金两国两党理念相近 互信坚实 这是中金关系的最大优势 中方支持金方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反对外来干涉和非法制裁 愿同金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继续坚定相互支持 中方愿同金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 拓展投资贸易基础设施 能源矿产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互利合作 打造中非互联互通网络 助力金八部维和非洲提升自主发展能力 中方愿继续为金八部维优秀学生来华学习 提供奖学金促进民心相通 中方高度赞赏金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各类全球倡议和主张 祝贺金八部维担任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轮值主席国 愿同金方加强国际协作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习近平指出 中国始终把发展同非洲国家关系 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石 坚定支持非洲国家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支持非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明发展的重要一级 中非合作论坛是加强中非团结合作的最重要平台和机制 已经成为引领国际对非合作的一面旗帜 中方愿同非方一道 将此次论坛峰会扮成中非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式的盛会 明确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的努力方向和实现路径 母南加古娃表示 此次访华期间 我参访了湖南 深圳和南京 深受鼓舞和启发 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 很多中国技术和企业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 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推出的系列重要改革举措 不仅将进一步增进中国人民福祉 也将对全球南方乃至人类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感谢中方为津巴布韦经济社会发展 包括抗击新冠疫情提供宝贵支持 中方的帮助和合作造福了金巴布韦人民 打造了一个个新时代金钟有益的新名片 金方愿同中方加强治国治党经验交流 深化基础设施 农业 矿产 新能源等领域合作 助力金巴布韦现代化进程 金方感谢中方在国际场合为金方仗义直言 赞赏中方在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等国际地区事务上 发挥建设性作用 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 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 金方坚持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愿继续做中国在南部非洲的坚定亲密朋友 同中方一道 推动金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取得更大发展 预祝此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取得圆满成功 成为促进非中合作的战略性成果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 关于共建一带一路 全球发展倡议 经贸交流合作 恶离书华 新闻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津巴布韦共和国 关于深化和提升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构建高水平中金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会谈前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为暮南加鼓瓦举行欢迎仪式 乐队 attend大会堂北大厅 欢迎仪式 black Conserv disconnected dina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